A列有300个姓名需要打印 我们点击文件点击打印来看看 我们发现这300个姓名会分成6页子来打印 我们翻到其他页 每页都是打印这么一点 右侧是比较大的空白区 所以假如我们这样直接打印出来的话 是比较废纸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比较合理打印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操作 我们可以在第一个姓名旁边来输入 第一个姓名它的单元隔地值 也就是A1 我们在这里输入A1 然后选中这个A1 把鼠标放在右下角向右来拖动到A7 然后第二行的话 我们接着来输入A8 选中这个A8 同样是向右来拖动到最后一个 然后把这两行一起选中 把鼠标放在右下角向下来拖动 我们边拖可以边看到数字 我们拖到300就够用了 好我们向下来拖 拖到这里301 我们松开鼠标左键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 我们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然后我们按键盘的Ctrl加H 这时会弹出这个替换窗口 我们查找内容就是A 然后替换为等于A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全部替换 那么我们A列这300个姓名都可以引用到右侧这里 我们打印前可以把A列给隐藏掉 然后我们点击文件点击打印 这时我们会看到 这300个姓名就可以打印到一张纸上了 这样做可以让你节约很多者 老板看了也会笑的 感觉有的同学在评论区打个有用 你的点赞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欢迎大家交流 下期再见